我还是要负责任地说 中国有能力防范也不会出现系统性的金融性风险 因为我们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是好的 金融运行也是稳定的 当然了中国经济总量80多万亿 银行资产就250多万亿 你说没有点风险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说过 我们的银行的资本充足力和博贝覆盖力是高于 是比较高于世界标准的 银行法定准备金利是15%左右 这相当于成了20多万亿的准备金 今年我们还主动调低了持字率 当然调低持字率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改变 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因为总量大了 我们今年的财政支出就超过去年财政支出 量是不小的 我们这样做 实际上即使有信心的表现 也是为如果国际不确定因素增多 国内会有一些新的风险点出现 那么来备足应对的工具 没错 靠近你 口能